我是你们的妞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说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妞都是很认真的 非常认真的说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两天 我一直忙小调的事情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去看信息 今天早上我一看 有好多的信息 然后问我 妞你旅行的时间比较长 经验比较多 我接下来就退休了 没事我也想出去旅游 我想准备一个店员 你看看你推荐一下用什么样的好 如果说你真的是信的长妞 让我推荐 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 其实咱家妞这几年在外面上 也用过各式刚刚的户外电源 就是从一两千的 最贵的到八九千的 这期间也换过好几个品牌 但是呢 最终我一直在用一个品牌 那就是户外电源第2 为什么我一直用它呢 其实之前也用过其他的 其他的要不就是出现 电视不扛用 冲的快放的也快 再不就是高温 到了高海拔不好用 太冷的时候不能用 天热了就高温就不行 再个就是用的时候噪音太大 再个就是有的就是不安全 再就是有的出现 各式刚刚的问题总坏 后来我就选择了 这个户外电源第2 自从我用了电源第2以后 就是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就在我使用期间 我最初的是从500瓦的开始用 后来觉得500不够用 又换上一千 后来又换上一千 一千八我有好几个这个电源 每一个都非常的好 就在我手里头 目前是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为什么说牛一直用它呢 其实咱们选这个电源的 目的就是给咱们旅行生活上 增加一点方便 是不是啊 就能解决用电问题 你看这个户外电源第2 如果你们买的话 我建议你们选个一千八百瓦 或者是两千二百瓦大功率 不要买太小 你功率太小呢 你看有的时候 打那些大功率的电器就带不动 所以说一千八百瓦跟两千二百瓦 或两千瓦的是刚合适 我现在用一千八百瓦 你像烧水壶 手机充电 然后相机充电 包括咱们平时的空气炸锅 米饭锅 豆浆机 还有咱们炒菜的小电锅 煮火锅 涮火锅 通通都可以使 你看我前段时间开小车出去 我就一台电源 然后带上这些装备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要了 轻轻松松就搞定了 在外边连吃带喝 带玩带充电 什么都解决了 然后这个电源 这个电源后外电源 它还好在哪 就是它可以行车充电 就是开车的时候 插电器充电 它还可以就是说 试电充电 它会带一个稳压器 非常的稳 充电很快的 还可以太阳能充电 我是配备了两块太阳能板 这太阳能板 就是说在有太阳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充电 而且我这个太阳能板是 一块是100瓦 200瓦 充电就是说 太阳好的时候 能达到13040瓦 也很快的 像1800瓦的 基本上就是 四五个小时吧 就充满了 所以说 我用这个1800瓦的 用这么长时间 我从来没缺过电 只要有光就有电 我行车充电 有光充电 我从来没有缺过电 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还有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关于我这个房车呀 最近好多人问我说 你说你的车卖不卖呀 我看你这个车现在 放着也不怎么用 是不是 如果说你想卖 有异象的话 然后可以联系我 其实说实在讲 这个车我也纠结 犹豫了很久 我也在想 我是留证的 还是卖它 我纠结是在哪呢 因为咱们家这个车 是个去年 去年是五月份上的牌 到今年五月份是一年 到现在是一年零三个月 然后这个车呢 就特别特别的新 因为是我自己用的嘛 尤其是个女的用 又比较爱惜 你看咱们家 光太阳能板就750瓦 电瓶是1220锂电 然后1220锂电就六组 然后我这个里边 光逆变器 我就装了两组 3000瓦的逆变器 就装了两组 然后呢 大水箱 700多升的水箱 一个人 像我一个人 加一次水 我能用十来天呢 然后再就是 你看大家 家用空调 然后家用电视 然后150升大冰箱 还有微波炉 还有洗衣机 还有那个进口的 那个柴油加热器 等等的 咱家这个车 配置相当的高了 你说我这个车 当时全半夜海的 落地是55 我答不了 如果说我现在不开了的话 那你说我这个车 最终 你们给我估一下 一年的车 如果说现在真的想 转手的话 大约是什么价格 就以咱们家 现在这个状况来说 车这么的新 配置这么的齐全 而且配置还这么高 谁买回去 什么都不用填 什么都不用动 时间就可以开 那毛病没有 因为咱家妞 保养的特别勤 这个车爱护的特别好 就你们帮妞 看一下 大约 在什么价位左右 合适的话 妞就可以出售 好